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東部最重要的公路 台九線 起於行政院的大門口 經過北宜 蘇蛙 縱谷 南橫 到我的故鄉 屏東的風港 所以這條路之長之重要 是一條回家的路 這一輩子工程人員也許做了很多條路 但自己最有感情 最有溫度 就這條路 讓整條路能夠安全 顧及環保 又快速接通 讓新的蘇蛙改 沿路改善工程 整條長通 第二 公路有了改善 但軌道建設也是必要 軌道建設是最低碳環保安全高運載量 讓我們軌道建設就像公路建設2.0一樣 也能又到了一個新的境界 讓東部的民眾不會一票籃球 第三個 公路好了 軌道了 注意到了 現在就是客人要能來 這一次特別希望交通部 藉由這一次的觀光旅遊的加碼補助 能多放一點在宜發東 讓國外甚至於國人同胞 過去沒有習慣以這一方面 這一次能夠多來 多習慣在宜發東消費 因為來了以後有口碑 來了還想再來 我相信這種正是台灣那種旅行改變方式 我希望以後我也可以從東部 來走這一條公路 來做這一條軌道 來和這裡多一點看到這裡的美景 我實在是非常的感謝 因為有大家的努力 這些願望都可以更快的實現 只要可以我們早一天 讓民眾享受公路方便 我相信是國民的期待 也是蔡總統的交代 希望大家都加油 感謝大家